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伙伴 Stortley伙伴 大家好 我是Ethan 我特别录制这个video的影视 是主要跟大家解释 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最新的这个 线上销售与促销的政策 在这个为什么 首先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做 这个新的政策出来 因为它有几个原因 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做这个政策 让我们的wellness advocate 我们的这个健康的 促导者呢 希望可以来保护我们公司的这个名誉 Dotella精油的这个名誉 第二呢就是说在我们做这个促销的时候呢 希望可以达到什么 公平性 让每一个在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这个wellness advocate 在这个环境里头 在我们做销售的时候 网上做销售的时候呢 这个公平性的平台 即确保我们这个产品的价值呢 即确保我们有这个我们产品的价值 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线上的这个销售政策呢 它包含什么 就是全部线上的这个工具 比如说包括网站 对呀包括我们的social media 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 比如说我们的Facebook啊 Twitter啊 Pinterest啊 我们的email对呀 Yahoo Gmail等等 甚至包括我们这个private messaging 我们这个 比如说他们用这个LINE WhatsApp WeChat 等等的全部的平台呢 都包含在这个我们的线上的这个策略里头 这政策里头 好首先我们来谈谈呢 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做 才是重点 第一呢 当然你可以promote 我们这个my.terra的这个网站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在这个什么 Facebook啊 这个Twitter啊 这个 Instagram里头呢 去promote我们的这个促销我们产品 去 讲我们产品呢 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做个人的网站呢 那么你必须得到公司的这个批准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的平台 是不可以去做这个销售 也不可以去 promote 来我们的这个 产品呢 Dotter的产品呢 就是这些全部的 我们所谓的 上层的这个或者是拍卖的网站 比如说 Lazada Shopee Eleven Street Amazon 对吧 Ebay 等等这些全部的网站呢 都不可以去 promote我们公司的产品 都不可以去促销我们公司的产品 那么是不被允许的 好还有什么东西呢 是不被允许呢 我们来看 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 价格 我们在做这个 在网上介绍产品给人家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很基础的条件 就是全部的这个 产品的售价 不可以低过 会员的批发价 就是会员的价钱 不可以 总之低过这个 都不被允许 比如说这个 Pepermint 对吗 如果我们卖一个 122块 OK吗 可以零售价 没问题 或者甚至这个 92块这个 会员价 也可以 但是比如说 你这个促销说 今天我要做一个特别促销 那么今天呢 特别优惠 88块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它的价钱呢 已经是低过 我们的这个 会员价 甚至包括这边的状况 比如说 我两罐一起卖 可不可以 我两瓶一起卖 今天特别促销 卖160 但是160呢 也是低过我们的两瓶的什么 我们的会员价 那么这一个 也是不被允许 做这个促销的 还有这个情况 也是一样嘛 三瓶一起卖 对吧 现在什么 只需要卖多少钱 200块钱 那么也不可以 因为这三瓶加起来的价格呢 会员价都是超过 200以上 那么总之记得一点 在全部网上的促销里头呢 最低最低的价格 就是会员价 可以上 那么不可以做低过这个价钱 还有什么东西呢 那么当然鼓励大家 我们公司的促销呢 尽量的去promote 对啊 尽量的去分享 这没问题了 公司的这个促销 好 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不被允许的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 促销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什么 不得通过额外的免费促销产品 销售工具 商品 样品等等呢 就是去做很多的附加 很多的免费 是不可以做的 比如 买一个petal diffuser 对吗 矿香气 210块 现在你跟我买 我送你一瓶 野菊 Wild Orange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这个是 附加 额外 免费 送过去 是不可以做的 因为这造成不公平的这个竞争 对呀 然后还什么 比如说 哇来我们现在来 1234 这四支的产品一起买好不好 我们的会员价是260 我没扣架啊 但是我送他一个什么 Diffuser 但是Diffuser可能不是公司的 是其他公司 对不对 其他的产品 能不能这样子做 不可以 因为它是附加 附送产品 所以也不可以这样子 是吧 还有来看这个 我们的 Home Essential Kit 对不对 我们来买我们的这个 家庭套装 家庭必备套装 比如说我们买了这个套装 对不对 公司的价钱是1269 那么你说 今天你在网上那边 在Facebook里面写 你来跟我买或者甚至你在这个Private Group 这个WeChat Group 你就讲说你给我买的话 送你一个环保袋 再送你一罐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 不可以做 那么我们公司呢 就鼓励大家什么 一定要什么 可以来大量的分享 我们马来西亚的产品 那么有一些产品 可能现在在国外卖 在美国卖 对不对 那么马来西亚呢 还没有去销售的 那么这些呢 是不可以什么 去Promote 对吗 不可以去销售 不可以去做促销 比如说这些美国产品 你能不能去做促销来卖呢 是不可以 因为马来西亚 目前为止呢 还这些产品呢 还不可以被 销售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做的 还有来我们来看什么 当然 当然我们现在来看看叫做误导性的一些 什么东西 误导性的一些 报道 或者是一些分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做这个 Franconcent 从December到这个 这个 12月1080 我们做Franconcent的Promo 买200BVFranconcent送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当然可以 可以大量去分享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在做这个 促销 网上促销 我们在做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做了一些的post 一些的分享 那么可能会有误导性 什么呢 比如说很简单 现在我在这个 微信群 或者在Facebook 在Instagram 我就放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广告 我说现在 你来跟我买这个 Home Essential Kit 这个家庭套装 我免费送你 Franconcent 可不可以 他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误导 因为很多顾客 并不了解公司的促销 对不对 当你这样子放的时候呢 他就以为说 你有加送产品 不过这一个月 比如说公司有做 Franconcent 200pv 那么说公司有做 那么我能不能做呢 当然你可以做 不过我们就鼓励你们呢 把这个什么 info 这个资讯 写好 那么人家就不会误会嘛 就没有误导性 比如说我做一样的 我就说 Home Essential 送你一个Franconcent 对呀 那么我可不可以写一个 做的一个标题在下面说 这支Franconcent 是根据公司200pv的乳箱促销来做的 那么这一个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呀 为什么 因为 人家一看 就知道什么 他是一个 正确的促销 或者我在做这个 Promo的时候我旁边就放一个那个 Franconcent的那个Flyer 给人知道说 这是其实是这个促销是根据公司的促销 那么他就不会有误导性 那么就可以做 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来 这是第2个的例子 5050的这个注册优惠 就是说如果我是注册成为会员 我就有一个50point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公司的促销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 很多人会造成误导性的理解 是为什么 比如说我就放了 正天你加入我们的什么 这个用Essential来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送你 四字油 哇好不好 123415ml 那么如果是很多的客户 或者是很多外面的朋友 他们知不知道公司促销 并不知道 所以我这样子去做促销的时候呢 会造成很多人的误会 以为说你在做促销 对呀 因为不被 多额外的促销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就造成误会 那么这个叫误导性 那么怎样处理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可以不可以用同样的这个 例子 这个的 广告分享 我是可以不可以加说 这个四字油呢 总共等于多少 分数 50分 这是根据公司的5050注册优惠来做的 而且它的 截止日期是几时 到2月28号 如果我放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的分享变成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它其实是公司的 那么又没有误导性 对呀 或者是我可以放这个 然后讲说这个价值50分 把公司的 Promo 也放在旁边 这样子也是可以 总之在我们做任何的分享的时候 不要造成人家有误导性的误会 那么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呢 那么在我们网上 在做任何的 Promo 或者人家自己设计东西都好呢 我们鼓励你 你们有什么 Dotera Wellness Advocate 不要用Dotera的logo 因为Dotera的logo是属于 Dotera的 那么如果你本身自己做呢 就写什么 Dotera Wellness Advocate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呢 去download 全部Wellness Advocate的logo 这个你们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不会有问题 好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呢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Facebook嘛 对不对 Facebook page里头 管理你自己 你也可以写 Dotera Wellness Advocate 在这个Facebook page里头 让人知道说你是这个Dotera的 Wellness Advocate 而你并不是代表公司 你是代表什么 自己 那么这个也鼓励大家什么 去做 对不对 甚至如果你在WhatsApp里头 你要放东西好 你就可以讲说 我是Dotera的Wellness Advocate 对啊来告诉大家 这个的主要叫大家这样子运作呢 是不要让人误会说 你是 公司 对啊 因为你是Wellness Advocate 你并不是代表 Dotera的这个公司 好 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要重新包装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Introductive Creed 当然是Lavenda Peppermint Lemon 你想Introductive Creed 但是你自己包一个 可不可以 然后你就告诉人家说 这是Dotera的Introductive Kit 这个就有什么 误解性 重新包装 那么这个是不可以做 或者是以后公司 可能有卖一个配套 那个配套里头呢 是不可以散卖 比如说一个配套里头 有三支油 那么你应该试过买三支油 你不能够分开来卖 公司没有卖 那么这种的情况之下 你也不可以分开 单一的一直一直卖 它也是属于什么 重新包装 那么这是不被允许的 好了还有什么东西 你不要跟人讲说 我免费给你deliver你 比如说我买一个会员配套 对不对 当人家要买的时候呢 你要告诉人家这个是有什么 邮费15块钱 除非你自己可以 亲自到他家里 或者他可以亲自来找你 给 那么就不用邮费 对不对 但是在其他情况之下 任何关于邮寄的情况之下呢 都不可以讲说 我免费送运输给你 因为你免费运输等于也是扣价的 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是不可以做的 来还有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鼓励大家做呢 就是在Dotella商标使用的时候呢 然后你当然可以使用Dotella的产品的照片 没问题对吧 你可以使用Dotella的网站 然后把它连去我们Dotella网站 卖Dotella网站 这个鼓励大家做 那么你在你Facebook啊 在你的这些 Instagram啊你的内容 你都可以写Dotella公司的一些资料 对不对 可以使用Dotella 甚至你的我们讲过你的面子书里面呢 你的那个About的地方 关你自己的地方 一定要写什么Dotella Wellness Advocate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你不可以用 比如说我刚才告诉大家 Facebook的内容可以用Dotella 对不对 那么Facebook的名字 它的名称 Title Page 就不可以用Dotella 因为这个呢 就是触犯了公司的商标 对呀所以不只是Dotella Dotella 我们的这个Aroma Task Technique 然后我们这个CBTG 这些全部都是公司的商标 在你的内容 鼓励大家使用 但是你的名称 你的 注册的名称 比如说你Facebook的主要的那个Title 那个名称呢 就那个网页的那个网面的名称 就不可以使用了 比如 你注册一个叫Facebook Dotella Malaysia Essential Oil 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这个 名称里头你的Title里头呢 是用Dotella这个是不可以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必须要把Dotella 跟它 去除 对吧 甚至比如说我在ColorPage里面是用Dotella 那么这个也不被什么 允许 那么其他地方内容呢 我们都很鼓励大家去使用Dotella 只是说 这个呢 主要 不要给大家使用 因为这个商标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 不要给人误会说这个是公司做的 对呀 因为我们是代表我们 Wellness Advocate 我们并不是代表 公司 好 还有在我们在写这个 Online这个线上内容的时候呢 有一些东西 是不要去写 就是我们什么呢 去 告诉人家Dotella产品是可以医病的 有这个医疗效果 不可以做 不要跟人家讲说这个可以医癌症 医糖尿病 试诊调节血糖 这些都不要用 因为这种都是什么呢 疾病 对呀 我们去宣导 疾病的疗效 那么在Dotella我们的这个 online 甚至包括是我们offline 我们全部的宣导里头呢 是不可以这样子去宣 宣布有医疗的效果 比如说 哮喘 对不对 用Easy Air 对呀 过敏 可以用这个油吗 那么这个我们都不鼓励 都不允许 大家用 那么你可以说 怎样用春天的框香气啊 怎样使用这个 把空气弄清新 对不对 那么这一种呢 都鼓励大家 多多去什么 分享 总之主要是不要去 提到有 疗效 尤其是疾病疗效的效果 这个是不可以 好了 那么 今天这个简短的分享呢 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如果你要做你的一个 自己的网站 你要得到公司的这个批准 或者是可能你有想要投诉 一些其他人可能要做了一些 犯规的一些网站 想要投诉他 那么我鼓励大家呢 就可以把你全部的这些资讯 寄给 combrayant doterra.com 那么公司呢 就会去 处理 你的疑问啊 或者是你的投诉 等等 那么在这个 我们会怎样去采取这个步骤呢 对不对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如果真的是有 会员我们的 wellness advocate 触犯了这个规则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触犯规则的时候呢 如果有人投诉你什么 我们找到了之后呢 公司就会寄这个 email给你对不对 寄这个email给你呢 然后要求你把这些 犯规的这些 分享 把它下架 跟他拿下来 然后我们也会通知你的上限 比如说你的上限 Diamond你的上限 Platinium 告诉他们说 你有这个问题 那么希望通过这个呢 把这个 犯规的东西跟他下架 然后呢 也要什么加强这个什么 教育 来教导我们说 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 不能做 那么如果你在第二次犯规 或者是教了你做 你又不做 对呀 比如说麻烦你拿下来 你不听 或者是在 重复的犯规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公司也会一样在 寄这个email给你 要求你下架 而且这个时候呢 会再加上什么 警告你 因为第二次犯规了嘛 那么就警告你说 如果你要继续犯规 或者是没有去采取任何 改变行动呢 那么有可能 第三次犯规的时候呢 公司就全力 冻结你的这个账号 对呀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会同样的 通知你的上线 然后希望通过你的上线的了解 跟你跟这个团队呢 做这个 教育的 工作 那么第三次的 犯规 或者是没有改善 不听 第三次犯规的时候呢 那么这时候公司 就有权利 在你的什么呢 在你的 冻结你的户口 而且冻结户口的同时呢 可能你的这个阶级 你的聘位 你的理行奖 审刺包括什么呢 你在被冻结的时候 你的奖金点数 全部都会被什么 受影响 所以这个呢 是必须要 注意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采取一些 对呀我们这些处理的过程 这个处理过程的方法 好就在这边 所以希望这个短短的 这个video呢 可以帮助大家呢 了解我们这个 online 这个线上的策略 及policy 好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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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